被喊鱼子,担心对方是职场前辈,怕曝光后会影响工作,隐忍了两个礼拜才在同事协助下举发恶狼,是意图ingimage分享。 原住民族委员会官员参加两天一夜的严习营,晚间参序近视拼酒交流,甚至爆出前辈简视性亲女后辈的夸张情势,该名恶狼在犯行曝光后仍执意继续,边做还边喊宝贝你好棒,经被新北地方法院依承其性交罪判处3年4月,请其全案可上诉。 事发后,被喊鱼子,担心对方是职场前辈,怕曝光后会影响工作,隐忍了两个礼拜才在同事协助下举发恶狼,据调查该名恶狼案发后被调职,目前仍在公部门服务。 2016年间,该名恶狼与女同事一起到台中参加迎席营,晚上参序时与其他人直接在研席中心餐厅拼酒狂欢,席间见对方联合好几杯高粱,醉到意识不清,被人搀扶回房休息后,房门又没锁,于是偷偷闯进房间,趁其睡着无法反抗之际,撩起长裙,脱掉内裤,沉积性轻得逞。 被喊女子在过程中惊醒,发现自己全身上下只剩一条裙子,该名恶狼还压在他身上持续性情,他表示,当时虽然酒最无力反抗,但出声拒绝,但对方还说宝贝你好棒,我好爱你等雨,心里只觉得很恶心,希望一切能赶快结束。 开庭时,该名恶狼否认犯刑,反恐被喊女子的指数都是和家人讨论过的内容,目的是要入他于罪,他便称,事发当时对方意识清楚,无不能抗拒情形,而且当时是对方主动,自己虽然想跟他发生亲密关系,但因为喝了酒无法勃起,才抱在一起休息。 法院调查,该名恶狼与被害女子在办公室避临而坐,案发后,两人曾透过手机通讯软体聊天,对于聊天时提及有没有带套,是否有没毒或爱滋,是否有射精等问题,他均未否认或纠正性行为一事,反而表示自己不是随便的人,强调已经结扎,没有性病等雨,认定两人发生过性关系。 法院认为,被害女子若事发当时意识清楚且主动,何须询问被告事发当时情形,况且事发隔天还有延期会,女子未维护名誉隐私,第一时间未尖叫求救也不违背成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